嗨,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ent 三大指数今天又是一天往上涨 现在气指开盘了,这个地方显示有一点点下跌 但是今天纳指还是收涨了1% 涨势很凶猛 昨天晚上一直在构建 昨天收盘的时候构建出来了压力点 昨天晚上试着碰一下,但是没碰上去 盘前掉下来,开盘之后 想要走三冲顶没走上去,又往下砸 但是也没掉下去 围绕着这样一个小区间里面没动 后来尾盘的时候开始盘中后期 开始向上去出现了一个走高的行情 那么我也是在冲高之后回踩 因为从早盘这个点拉高之后再向下回踩 我也说不好它还能不能再跌破 因为这上对于空头来讲上方是止损点 对于多头来讲下方是止损点 所以我就稍微等了一下 但是我一看尾盘后期的架势 我觉得今天应该还是会突破平台的 但是一旦把平台突破的话 你都不知道上方的压力点能在哪 30分钟可能要直接走到14400上面了 压力还是有不少的上涨空间的 所以我是把空头都止损掉了 这个地方不是说不看空了 我还是看空的 但是你不敢持有空头了 不能再持有空头了 所以把空头止损之后 我是做了一些反手 做了一些短线上的日内交易 一些短线的交易 大家今天我们有一篇report 这个是给会员们准备的 然后大家是三连扬之后市场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然后一篇report大家可以去找客服去要 这个地方我就不讲了 这个是专门给会员用的 你可以去sorry打电话找客服去要report 里面有今天的交易 还有后市的一些想法 然后纳斯达克现在已经是走强了 走强之后走了个上升通道出来 你说上涨还有没有空间 有空间还是有的 还是可以涨到14400这个地方的 日线级别上面的QQQ 它的两个压力点很近 350和357这个地方 这压力都挺大的 我是觉得357应该不会涨过去 350到357之间可能会出现回踩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是50天均线的位置 同时也是在网上涨一涨 QQQ30分钟就要到压力了 这是它的图 在差不多就是350351左右的位置 是上方有一个压力的 它整体还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箱体整理 所以我的观点还是逢高去放放空 然后趁着高点的时候 我会来点空头 我觉得大家的分歧应该就在于达到高点之后 因为你看现在已经连续在网上涨了 谁都知道越涨回调的风险越大 又会出现回踩 所以市场的胶着点应该在于回踩之后 是继续走高 还是说继续的向下看空 这个应该是大家的分歧点 我恰恰没什么观点 我确实是没有什么观点 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回踩之后可不可以去向上做多 因为从这两天连续的推涨 还有战争性的风险在慢慢的消散 美联储其实鲍威尔昨天是一个比较鸽派的观点 因为没有提缩表 大家都在等着你缩表的细节 他不提 所以这些情况下加息尘埃落定 是不是市场恐慌淡去了 然后还关键问题是日线级别上面的下降通道 有那么一点点被突破了 有一点点被突破了 所以他就有可能出现回踩之后 还真的就往上走 这是不排除的 但是涨也是那种磨磨蹭蹭的涨 因为压力当前 这块位置上的压力点 两根均线还是压力很大的 我相信什么时候才能确认反转 要好长的时间 要200周期均线 50周期均线 20线8线都上来 大家在这个地方徘徊震荡之后 才能形成新的方向的扩口 这是要时间的 比方说你看 在这里的大盘掉下来 下来之后反抽 是不是往上涨过了 涨得挺好的 但是你看又下来了 因为他要让均线去缠绕 所以均线缠绕是必要的事情 现在的均线没有缠绕 离缠绕还有好长的路程要走 所以我觉得 说上涨 说反转 这是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说下跌 是不是还敢做空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能等到350以上 我就去空一空 如果等不上 比如说他明天直接下跌 我也不敢去追加空头 也不敢 我只能在这个市场当中 做一做短线交易 频繁的短线交易 这短线交易这个东西 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 因为你不需要去看消息层面 不需要去考虑大盘的隔夜风险 就纯粹的做一做 小小的短线 就纯粹的看技术图形 去做一做了 而且还可能还得用大资金 去赚小钱 反正这是我目前选择的一种方式 要不然这市场 我现在一时半会 也找不到什么方向 我觉得做多和做空 这个地方的止损空间 都是很大的 止损空间很大 除非你仓位比较小 要不然这做起来的话 很痛苦 非常痛苦 现在在回踩跌了0.4% 全部都是下跌的 我看uvxy盘后涨了百分之一点几 关键uvxy损耗太大了 反正我今天是把它给止掉了 太有损耗了 说不了 你都不知道它能磨蹭成什么样子 我倒觉得原油应该还是可以涨 感觉原油反弹没有结束 应该是还是有进一步上弓的机会 可能性的 黄金我也看好 黄金我也看好 哎呀巴菲特这个礼拜呢 又买了10亿美元的oxy 这个 这很厉害 很厉害 巴菲特轻易不追涨的 而且巴菲特的持仓时间呢 说没有买完之后 拿个一两年都没有了 都是很长时间的持仓 你看看那个苹果 所以oxy是不是真的将来会 还会大幅度的成长 成为很好 很好的股票 像苹果一样给惊喜 大家就你自己思考了 现在的oxy的图形 是一个三角形的形态 三角形的形态 就是如果能突破的话 可能短线上 我觉得可以追随一下 如果短线上能突破的话 我前一段时间还做空oxy呢 现在想想的话 真的是 竟然敢做空股神买的股票 我相信再给我机会 我肯定不空了 想想的后怕 然后黄金原油 这些我们都讲完了 然后呢比特币 今天晚上 等一下 中国时间的晚上 今天晚上 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明天早上 拜登和习近平 他们会有一个通话 然后肯定会谈牵扯到中概股 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但是这个时间点上谈 估计应该不会谈坏 然后呢比特币也是这个小小小小的箱体了 没有什么方向 继续等待方向中 行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然后呢 report里面 这个 就是今天的复盘 还有接下来的展望 然后我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 接下来看涨的一个产品 看涨的一个板块 我觉得今天的突破了大盘呢 纳斯达克回踩下来之后 能不能做多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我提到的这个板块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做多的东西 因为它和科技股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 你看这个ARKK呢 反弹今天是算是打到了20天均线的位置 一般一大波的下跌行情里面 都是20天均线 上涨行情里面20天均线逢低买入 下跌行情里面20天均线的逢高做空 如果某一下不小心击穿了20天线 向下击穿的话 50天线就是支撑 向上击穿20天线的话 50天线就是压力 所以ARKK呢 在70左右的位置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做空点 那这个时候SARK 就是我们经常做空的 就是做多的东西 反过来的 好 今天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然后report 大家可以去 找我们的二维码 或者是电话 8009588561 找我们的客服所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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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